這個報告叫做繼往開來 我第一次見到這個繼往開來的時候 我就立刻覺得 你最好很多人不要再來了 但是其實很明顯 曾蔭權自己用這個繼往開來的主題 其實他的意思是希望他 其實是主觀 當然是希望將他的一個legacy留下去 他認為他做得很好 希望他做了那麼多好的事 你們繼續做下去 下一任哪一個 其實就是他繼往開來的意思 但是看了很久這一份文件 其實這一份的施政報告 以施政報告論施政報告 其實相對是比較短的 內容篇幅其實他讀得很慢 那天在新立法會大樓 好像要聽說射燈射著很熱 怎麼抹個抹汗 滴汗 其實都是讀了比較短的時間 相對來說 但是你看回裡面的內容 其實好像剛才幾位 Lento 尤其是都提到 包括他提到電子書的項目 其實是沒有什麼新的 很多地方他都涉及到 但是其實都是既有政策 就是除了一兩個 包括特別是新居屋那樣東西 但是其實基本上 九成多以上的東西 就是recap他做過的東西 我們以前一直在做什麼 繼續做吧 但是很奇怪 這一份的政報告很高 出來了大概頭幾天 很多人有些建構做了一些民調 就發現其實得分率 是這麼多年來 曾蔭權的政報告排第二高 不記得最高的那一年 是什麼事令到那麼高 有送錢派什麼的那次 這次相對其實是沒有什麼說派東西的 但是是很高 那我就在這裏想了 究竟大家拍了手想送他走 還是對於這個市政報告已經是沒有期望的 還是其實已經看死他 所以其實看死他之餘 其實都已經幾不錯了 剛才幾位提到 例如剛剛Lam提到 就是說曾蔭權一早已經說 他是不支持 就是因為香港是不適合發展IT的 雖然他就用iPad 還拿著兩步 被人看到他 但是呢 的確是 就是溫總開到口說香港應該發展一些 高科技的小型產業 這個都是年多前溫總說的 真是耳邊峰 結果都完全是沒有做過什麼 那很奇怪的 就是可能呢 曾蔭權不知為何 他是很抗拒IT 這個作為一個產業去發展 那他會 就是 繞過他去做一些東西 譬如他說創意產業 可能部分都跟IT有關 他那六大的六項優勢產業之中 其實文化創意產業之外 還有創新科技 他去香港創新科技 但是他又不肯 就是說 個別的 特別去Single out 雖然他很喜歡用iPad 但是呢 不知為何他又不肯Single out說這件事 甚至乎 這個檢測和認證產業 其實可能都跟我們科技有些關係 但是呢 不知為何 曾蔭權在這方面是很固執的 好啦 那即是說回到IT那一方面 在文書證報告裏面 包括些甚麼呢 好像剛才Lantle說 Ebook那一方面 其實都是一個舊造詩 還有呢 我們其實近年很多朋友同事 特別在近這兩年開始 政府都開始說電子 即不是ebook 其實應該叫做電子教育資源 它叫做e-learning resources 政府的terms 因為他就覺得用ebook 很多人就會在那個概念上混淆了 一個好像這些ebook的物體 所以最好就講教育資源 因為其實是講內容的 這個概念其實是對的 但是始終似乎 政府就沒有辦法去面對 去解決那個雙層次的矛盾 就是那些書箱 有些是傳統的書箱 而做了電子書 有電子教材 有些是純電子教材的書箱 而他們的內容就是不經這個教育局審批的 其實那間中已經有一個市場的矛盾 再加上去到一些家長和學校之間 這個幾層的矛盾 其實有很多的問題是要解決的 包括政府其實現在是會電 在提供億億聲的subsidy 是給一些縱瞞和一些貧困家庭去買書的 其實它在干擾市場的公平運作貿易做商 但是它又想不到一些policy出來 去幫一些電子的教材 可以獨立去生長 令到學校又肯用它 其實這一個就是證明了 其實教育局這幾年 其實一直在那方面沒有做到些甚麼 今次都提不到些甚麼新事 但是就說繼續做 那是這個意思 其實可能一個情況就是 可能政府都是舉手投行 就是甚麼都不做 就是想著 不用我了 過多兩三年 自然而那些人就會有電腦 有notebook 有tap 有tap的了 到時就自然會發生 我搞它不行了 似乎現在的情況就是這樣 data center 剛才lanto也提到 其實都是我們業界 包括他們做互聯網公認商 或者電訊公司 或者外國的data center公司等等 都是爭取了很久 甚至是大型的用戶 因為他覺得不足夠 但是其實很明顯的 香港是有這樣的優勢的 你看google 它是肯自己翻一億多 在香港賣地 就不是在政府那裏拿地 他懶得等你 因為他等得來的話 都不知道真的等到甚麼時候 他有錢 但不是個個都好像他那樣有錢 他就有錢去翻譯記 就在香港 他說在九龍某處 他就沒有公佈 還沒有公佈 就賣了一塊地 是自己建的整個 但是這個工業村 政府騰出來 現在說兩公頃的地 其實兩公頃我們不知道有多少 因為我們不是做地的 好像覺得兩公頃很大 但其實計算那條數 大概是起到兩個左右的資料中心 現在大型在工業村 將軍澳的資料中心 大概是說 樓面面積是三十多萬平方呎以上的資料中心 可能是起到兩個左右 有些人就說不夠了 業界有些朋友就說 應該二十公頃 我就不去爭論那個數字了 因為這些數字其實很主管 但是最大的問題我要批評的就是 為甚麼沒有長遠的規劃呢 中二今次就說訂兩公頃出來 接著不夠了 可能我們有一次已經負數了 即是已經跌到的供應是不足的需求 跌到負數的時候 才再又等我們去爭取多兩三年 我又給你多五公頃 完全是不科學化的 其實政府應該做的就是有一個長遠的規劃 好像新加坡是說十幾二十年前後的規劃 即是走來問那些供應商就說 喂 你繼續投資新加坡 其實你只是猜測而已 但是你給一些數據 給一些資料大概十年後 你相信你是不是還需要呢 你需要多少呢 那它有一個規劃的 當然規劃是不斷地改變的 但是香港就完全是舉手不做的 所以永遠是落後於市場 真正的需要 最後一點跟IT真的有關的 就是第160點 第160點其實是關於review 即是看回香港現在過去 先揭曉一下 是160 就是政府會檢討投資研發現金回贈計劃 其實大概兩年前提出 就是政府鼓勵一些私人機構做R&D 接著會提供一些現金回贈 但是聽說應用的人不多 公司不多 第二點應用的公司比較多 就是一個小型企業研究資助計劃 即是SEERAP 現在是由兩百萬變到四百萬 那個program 就是給一些公司去申請 小型的公司去申請做一些研發的project 但是也聽過一些言清人說 他說成半呎口的文件 然後那些錢給得來的時候 就遲了大概半年九個月 他說如果太開飯就死人了 很多的繁文玉節 很多的行政上的政府的做法 當然有它的原因 但是其實很多情形之下 未必真的能幫到中小企 但是總之現在實際他在說 都只不過是review這堆支援計劃 其實並不是一些太多新的措施 去幫這些小型公司 反而新加坡 原來我們前兩星期 我們有個論壇 就是請了一些start up的公司 香港那些真的全部80後 最老的那是79年 他們就說他們那些start up的經驗 原來發覺基本上 個個都有新加坡政府 就來敲門 請他們去新加坡 基本上他們就是拿個行李行李行李去公仔 即是錢什麼的投資是不用他們出的 我不知道給不給passport 幸好這班年輕人不知道什麼原因